華航機師諾富特飯店員工 確診連環報 造成史上最大規模群聚 累計29人確診 包含12名機組員 一名包商5名飯店人員 還有6起家庭傳染 經定序推論 至少有3處不明染源 專家認為社區感染是否擴大 至少要觀察到5月17號 下一個社區感染的人 要能夠跟華航跟諾富特事件 明顯牽在一起 大概5月 就是再過兩個禮拜 就很難再牽在一起 下一波被感染的人 可能是已經算出去的人 就是因為擔心會造成嚴重社區傳播 這回要就責相關單位 追中心會同華航 投市府急救同步 6號下午四方開會 可能會對華航以及諾富特飯店 祭出重罰 其中觀光局開出第一槍 那整個已經影響到 我們的觀光的國家利益 所以我們就這塊來做開罰 罰款已經處到最高 就是15萬元 除了觀光局 將依到觀光發展條例 最高罰15萬元 諾富特飯店發生混注事件 管轄區域陶市府 將依傳染病防治法 每一項違規可開罰1.5萬元 針對華航公司防疫違規 因為去年有長榮 扭極機師居家檢疫師趴趴走 民航局開罰長榮公司100萬元 因為華航這回沒申請一管 就讓機師入住 將討論是否比照開罰 會議結果 華航最高恐面臨100萬元重罰 那按照傳染病防治法第37條 那一件要罰1.5萬 那今天也會第一張罰單會開出 民航局 觀光局 桃園市政府 三方都有責任 但這一次中央地方事前甩鍋 事後至今也沒看到檢討 詳細開罰內容 就等指揮中心下午說清楚 臺北採訪報導